科技日新月异 电子乐器的玩法越来越多 擦亮你的眼睛 看数字艺术的规律世界 听安妮爸爸说 下面我们来听一下 Eva Solo的几个内置的音色 以往我使用 不管任何一个品牌的电锤管也好 还是软音源硬音源也好 有一个标准 就是这个音色 最起码要达到 我自己听觉上 审美上的一个合格的标准 所以今天我用到的所有音色 都是我认为还可以达标的 那我会采用 连接外置音箱 和使用管身扬声器 来进行对比 录制的设备 就是一台卡片相机 我们先来听这个音色 这是74号钢琴音色 之前我从来没有用便吹管 吹过钢琴的音色 这是第一次 这是用 EVSOLO外接音频线 我这边连的是Roland的Street EX的音箱 那我们现在把这根线拔掉 同样是这个音色 我现在拔掉了音频线 所有的声音将从这个底部的扬声器里出来 同样还是钢琴音色 5号 绝世成笔 拔掉音频线 56号 马铃巴 5号 绝世成笔 5号 绝世成笔 5号 绝世成笔 发表音频线 98号 绝世成笔 98号 3弦 5号 绝世成笔 5号 4弦 5号 4弦 5号 绝世成笔 南表音イều 6号 4弦 6号 5号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一位solo的内置音色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不准备更多的来演示 我认为不是特别理想的音色 我们可以听其中一个音色 就是取笛 现在是一位solo的内置取笛 它老像蒙了一层东西 然后闷在里面 那下面我们再听一下字乐般的取笛 就在这个界面上吧 这是字乐般的取笛 它的采样源和给一位solo的是一样的 同样的音高 我们现在拿一位solo连接字乐般来听一下 用这根usb线 插在一位solo上 打开字乐般 选拨连接 同时要记得把它的声音关到零 现在usb线已经连接到了iPad上面 然后调用的是空音的音色包取笛 那我现在再把空音拔下来 音量恢复到100 同样我们再来听 还是取笛这个音色 用它的扬声器 应该能听到一些差别吧 其实在2019年的年初 那么Arcae就和空音去弹了授权 所有民族乐器音色的这个事情 但过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我现在在iPad solo的这个内置里面听到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音色 那么所有的中国民乐的音色也好 还是其他乐器音色也好 都有一层打开自己的基因 就是一层电的色彩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出来有多少 希望各位拿到iPad solo的时候 都可以去自己体会一下 什么是相对更仿真的原声传统乐器音色 什么是相对有一些电味的音色 那么在这200个音色里面 前100个是以原声传统乐器为主的 我翻译了一份音色表 会发在公众号里面 后100个呢 是以合成电音为主的 这样的音色 大多数中国人其实都用不上 所以应该也不用再翻译了 那么大家就各取所需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iPad solo的音色编辑的界面 就是Archai那个软件 其实从软件的界面上 iPad solo保持了5000的功能 5000和Solo都是 SonyWorks这个公司来研发的音色 那么SonyWorks和Archai 同样都是InMusic集团的成员 所以在同一个集团下面 两个公司来合作 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其实 我现在手里的这三个电锤管的 大的品牌 不管是Roland 还是Archai 还是Yamaha 其实他们这三个品牌的设计理念 完全是不一样 包括有不同的风格 它也有不同的定位 那么在我看来 Archai的血统 就是为电音而生 它的仿真音色 恰恰不是它的优势 从第一代 Eva 1000 一直到现在的Eva Solo 仿真类的原声乐器音色 一直都不是它的优势 包括采样类的音色 它的所有的音色 都有它的 就像基因一样 一层电的味道 蒙在它的所有音色上面 包括它的每一个音色 有一个什么特点 就是全部都可以用滑音条 来实现这种超范围的滑音 而这样的一个技法 只会出现在电音的音乐风格里 比如我现在任何一个音色 它的每一个音色 很奇怪都带了这个功能 但事实上 这些乐器 基本上都不能有这样的可能性 包括钢琴这个音色 它一样也带了这个功能 比如我们单独吹 但是它也带了滑音 这个就很奇怪了 你在设计音色的时候 尤其仿真类的音色 尽量的要贴近这个乐器原本的状态 而不是所有的音色采样拿过来 全部都加入你自己的特色 追求合成电音的这种电和炫 是我认为阿卡伊的一个血统 一个基因 从来都没有变过的 这种奶嘴式的敌头 八度的滚轮 触摸的按键 这三个从来都没有变过 之前还有一个上下温音 包括它的滑音条 之前这个也是它的特征 但是在Solo这一代 把上温音去掉了 那么和伊伟相对的呢 罗兰也好 亚马哈也好 他们都是带哨片的这种敌头 带建成的这种按键 这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理念 没有哪种一定是好的或者不好的 只有风格的差异 老公 是真正的 把了碍